我真的覺得有點瘋了 如果真的不想花錢 我們就不會找這麼多女優 因為其實這次在我們的那段時間 我們遇到了兩個台風 我們真的是很擔心女優過不來 我們是連隔天女優的機場 我們都要先買好 你看你現在不買你就進不去啊 大家好 我是總統 歡迎收聽本集的無料安內所 嗨 大家好 我是芝芝 歡迎收聽本集的無料安內所 好啦 今天我們邀請到一位 可以說是業界的知名網紅 所謂業界知名網紅 等一下 有到網紅嗎 那我來啦 成人展背後最重要的推手之一啊 哇 推手之一耶 可以嗎 可以這樣叫你嗎 這頭銜有點重 但是我承接了 折著你來扛是不是 那皇冠我戴上 我跟他說你為什麼知名網紅這件事情 你知道嗎 你上完嘎哥的package之後 我們超多粉絲一直跟我們講說 欸 怎麼沒有要訪安妮塔 安妮塔 你知道是誰嗎 我想說 啊不是 廢話 但你知道是誰啊 每次都遇到的 對我 但是呢 可是我有到知名網紅 我覺得我不到 我不到 我就是背後的一個小工作額 太謙虛了 那這邊就不po你的那個IG囉 不要啦 這邊啦 追蹤一下 或是 IG在這裡 IG在這裡 我以為你當藝人放一個資料講 好嗎 OK IG一定要上 A N ITA W N G 兩個底線 這邊剪掉 因為我那時候我記得 我是2018年的時候 接了這個品牌的媒體公關 然後那時候就在想說 到底要怎麼做這個 因為其實媒體那時候也很 急扯啦 幫我剪掉 卡 就是媒體那時候也很友好 就基本上呢 你的標不夠下流 或是不夠低屬 他認為沒有流量 通常他都會下一些 因為又要跟成人有關的 什麼爆奶 沒有爆奶 沒有什麼宅男全屍 我以為 我以為是現在這樣子 沒有沒有 2017 2018的時候更嚴重 我覺得那時候更難聽 以前什麼沒有很難聽的標 通常他們都不太寫 說什麼 什麼什麼 什麼女優在宅男身上騎狂騎搖出什麼 對 就是這種 或者看出什麼 對 就比較有流量這樣子 然後到後來連YT 我2018年接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到底要讓 要怎麼樣可以改變這個風氣 那我就找了 那時候最夯就YT啊 就那時候YT震報的時候 我就想說 好那我要找YT合作 我要找YT來合作 女優我上他的那個 因為我之前也就是做媒體出身 然後呢 我們以前都會去敲藝人 來上我們的訪談什麼的 那我就用一樣的模式去做 我有這個女優資源 那他一定也有流量嘛 那我去上你的節目這樣 沒人要欸 就說 你們這些女優不符合我們這個 頻道的料性 跟形象 基本上沒有人要 真的 你敲任何人 任何人都不要 只有我蔡阿嘎 我們2018還沒開始做 你們還沒開始 我2019才開始 因為你很後面啊 對 然後我那時候2018敲的時候 哇 超的超痛苦 當下主流的 我猜應該都不太願意 不太上 因為覺得介於中間吧 我覺得那時候應該是真的 大家都會有顧慮 就是說跟我們原本在做的東西差太多 然後也怕被貼標籤 那時候第一個來的是 那個有天才也像 他很美 他真的很漂亮 他某些角度 我都覺得跟三相蠻像的 就是 偶像感 他有偶像感 然後身材也是厲害的 然後那時候就上了那個 蔡阿嘎的那個 節目 對 上了他的YT 他也是唯一一個 有答應的那個節目 然後就上上去之後 果不起來被罵爆 那一隻真的是 被罵到翻掉 下面的人都評論他說 他很垃圾啊什麼的 然後有老婆啊 你能在你老婆面前這樣玩嗎 你怎麼可以在你老婆面前玩女優勒 所以他後來都帶他老婆來 對 因為我 對對對 但其實他那一次也有帶老婆 但是 我覺得網友就是解讀 他們想解讀的樣子 後來蔡阿嘎沒想要頂個住欸 嘎哥有跟你說什麼嗎 嘎哥完全什麼話都沒說 他就覺得這件事情是 就是好像會遇到這件事情 他已經有預料到說 會發生什麼事情了 然後他相信他有一些 粉絲是理性的 因為他就是一個拍節目 然後一個效果 女優勒基本上來講也是一個演出 對 一個效果演出 對 所以他就有發說 其實我老婆都在 俄伯都在啊 什麼的 請大家不用太擔心 而且他笑得很開心 附了一張俄伯的照片 這樣子 然後很多人就俄伯的那邊留言說 你不要逞强 什麼東西 你知道 其實你 我知道你很難過 但是 你不要擔心 我們一定會挺你 就是類似像這種 戲太多了吧 竟然 對 有在那邊幫人難過欸 對 幫人難過這樣子 後來 但因為我覺得 阿嘎也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開頭 看到有人接了之後 欸 好像也有好的聲音出來 對 然後後面才開始有YT 願意接 像這樣子的內容 對 對 肯定的 只能怪你太晚出來 哈哈哈 隱憾啊 而且沒有 應該是我們救世主 靠腰 一出來就異形 哈哈哈 為什麼在馬上 對 欸 這不對的時機出道 我在 也沒有欸 那個時候 阿大家都只能 大家就關 只能關著看YT 喔 對啊 對 可是你就旅遊 你又來不了 對啊 那個時候我就 靠腰 一開頻道沒多久 他變了 結果那個 我在想說 哈成 然後大展身手 然後取消 哈哈哈哈 取消 一次取消三年 直接取消欸 之前完全取消欸 就是因為 就什麼活動都辦不了啊 因為女優根本沒辦法來啊 而且他們也不可能 我覺得那個時候主要是因為 他不可能願意接受隔離 那麼久 喔 對 應該是說那個成本就會灌在 很高 灌在你們身上 直接靠要住半個月 住半個月的飯店 其實也會影響他們的工作 對啊 他們可能也要拍片啊 什麼的 對對對 作品段的 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就是看Anitta的現動 然後就 我覺得應該是蠻多人 在那邊講說 為什麼還要找XAGA XAGA 之前日本的風波 你們還沒有學到教訓嗎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 因為其實在PTT的女優版 其實有很多人在那邊質疑 就是 這筆錢還花在YT身上的錢 到不如就是怎樣怎樣怎樣 他們就會說什麼 那个YT的观众根本不是我们圈耶 然后但我看安妮塔的限动回复 其实我自己满感动的 因为他记得就是 当初是嘎哥开始先帮他们去做 推广跟曝光这件事情 一开始当没人要做的时候 那个人帮你做的时候 你真的会一百万分的感谢跟感动 因为他真的就是开辟了这一个路 然后让大家认识不一样的女優 他不是只是蓝黄 因为像这次其实有超多 就是对于TRE的批评 对 像是 我来拍摄 刚刚讲的比如说动线 动线啊 场地啊 然后消费方式的规划 然后甚至到 女優的卡司 你为什么没有请谁谁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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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拍照互动的内容 那前几年大家讲拍立的 然后竟然改成抽包的方式 拍立的之前是因为他是放在扭蛋里面 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会吃 超多人会靠北说被折断 所以今年就是大改变成拆包 那哪些建议让你觉得就是说 其实提出来蛮实用的 那哪一些建议你会觉得说 干你真的要不要去看看别人怎么做的 我真的先讲干的好了 我觉得干的比较 好 耶 先讲耶 没有 很多人就说 你知道我为了来这一个 我还上网先去看了一次 其实我们都原本都看过 但我就想说消化掉就好 但比如说有些人说 场地小就是为了根本要为了赚钱 就是你知道那种饥饿型小 对对对 谁会这样 当然要场地大餐赚大钱啊 结公司小 就是很奇怪啊 然后就说 没有再控票 然后全数都往里面塞 他真的没有看到我们现场是挺售票的 甚至还有 还有人在那个外面 售票亭那边吵架 说 我不是跟你说你早就要在线上买了吗 你看你现在不买你就进不去啊 他们两个要进去就这一张票 因为有一个人在线上有买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人就回来看看 你看你现在没有卖啊 那你怎么办呢 你现在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我进去啊 没有怎么办我先进去 拜拜 这个就是有在控票 我们就是说不卖就不卖 能赚钱为什么我们不赚 就是因为里面真的没有办法 就希望给大家一个好的品质 我们宁愿不卖这个钱 对不对 然后还有人说 一定是不想花大钱租大的场地啊 根本就没案 我跟你讲哪一个单位是不想花大钱 那是那个 嘿 我真的觉得那些很疯了 如果真的不想花钱 我们就不会找这么多女优 对 对 对啊 不是 因为其实 其实你只要找一个阶层的女优 就有办法吸引找这么多人了 你看光君卡10个 不是很疯吗 这些女优成本 讲真的我都已经可以租几个南港 我不敢讲 真的 因为这些女优成本 应该可以买房子 真的很 一定可以啊 一定可以啊 一定可以 你们可以买 透天的 我是觉得这整个展花的钱 应该是有机会可以买 一户那个信义哥吉拉 对 哥吉拉 信义哥吉拉 我就寻转那洞 对 因为其实办这个展真的可以 因为这个展真的花费 光女优人士成本好了 真的就已经是叫花大钱 这不用讲场地 不含场地的内容 场地基本上就是空调 那些都是我们自己叫来的 装潢也是 就是我们自己这样搭上来的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空场 这个我 这个我这边要讲一下 因为我自己在 以前在讲那种心得 就是说 我例如说去各种展的心得 我自己觉得 TIE这个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 在视觉的统一性上面很强 是做的好的 对 就是它一进去 你就是会感觉到说 它在布景上面 这些是有用心的 没错 就很愿意花钱 让人家感觉到视觉 其实你如果真的有去 一般的展看过 其实大家就是给你一个 Partition 对 I know 又是两个 在讲好内话 真的 真的 他就是给你一个 33 你要什么 你就自己去装潢 然后连那个舞台 都是用那个模板出来 对 因为能省就省 对 主要就是让大家惯 我刚刚在聊天不好意思 我大概记得懂 你们在讲什么 你去看TIE 他妈的那些舞台 全部都是木工出来的 你知道木工是多贵吗 而且重点是 今年金银卡 不知道我们有发现 你们的那楼层是两层楼 我们在馆内 在做楼中楼 哦天呐 就是 就是后 舞台旁边 那一个体验区 你们知道 做楼中楼 这件事情 要花多少钱吗 因为他会更注重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结构必须要下更多的工夫 然后你必须要有安全的那个问题 然后呢 你还就是 因为就是为了要让大家多一点空间 去做这件事 你看这有多花钱 还说我们不想花钱 然后最惹到我的是 有人讲说 他觉得TIE没在努力 他就很伤人 不努力就不要办了 他觉得没努力的点是哪里啊 没努力就是没有在努力争取更大的场地 来我这边一定要跟大家讲 因为这边大家不知道 其实 先不要说其他地方好 就是台北市 其实台北 新北市跟台北市 他们在场地租就有非常多的规范 真的 非常多 因为其实我们像我们以前在租 华山好了 华山的规范超多 超级多 而且你必须在一个 一两个月前就要先送件 然后去补 就是看他们能不能过你的企划书 不是送件就能申请哦 对对 不是花钱就能申请哦 是要看企划的 没错 而且重点是像很大的展覽館 他基本上要一年前 你就要先booking 就是要抢时间啦 对那你先booking之后 你还要去做提案 你的人是谁 里面做了什么活动 你光AV女優这个字眼 哇 极其敏感 对敏感 然后舆论 可能政府那边也要经过审核 等等之类的 我们其实也有遇过说 前几年去努力场地的部分 也直接被放鸟 过的经验也有 就是会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你说没有在努力这件事情 我觉得对我们主办单位 对啊就会难过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为了这个 让大家能感用 就是碰到这种成人展 我们已经真的很努力 而且其实当然我要认真讲 就是在台湾做成人展 真的不是一个 那么容易的事情 不是啦 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就大家 对就大家自己 每个人都站着说 我说真的 你就自己试着去 借一室活动的场地 来看 干你真的以为 这个跟高中借视听教室一样 哈哈哈哈 那你讲完干的 你觉得有什么 有没有粉丝 实用的 有有有 我觉得实用的是那个 提早要公告为安的这个 比如说雨伞不能带进去 可是因为我想要讲一下 因为其实这次的展 我们的那段时间 我们遇到了两个台风 好死不死那个台风呢 又往日本去 其实我们那时候最怕的是什么 女優过不来 我们其实也看天气吃饭的单位 因为那时候我们真的是 很担心女優过不来 我们是连隔天女優的机票 我们都要先买好 天啊 对 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 8月2号8月3号到底 可不可以飞过来啊 飞不过来 你隔天要买 你也买不到票 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就是 先买起来 哇靠 那能怎么办 就是只能 因为我们很怕你们会失望 我们也怕你们会难过 所以我们只能这样做 老板的心态是 没关系 赔钱 我也要把这些人 解决都小事 就是我也要把这些人请过 因为这是我对你们的承诺 至少人一定要 不管怎么样 一定要人一定要过来 你看这是一个 再来是场地的部分 台风天 有没有规定 因为别人也要停班停课 如果发布入境的话 有啊 台北停班停课 那我的公班怎么办 到底停不停 对不对 就是遇到装潢的问题 我场地能不能好 哇能痒麻烦啊 因为那时候台风 这件事情搞了我们所有 然后还有那个 记者会 到底办还是不办 现在卡台风 全部人都停办了 那一场我记得 当天撞了十机场记者会 基本上八成都砍掉 那记者就一直打来说 你们到底有没有办啊 你们到底有办啊 你们有停吗 我们要不要去跑你们这个线啊 老板就说 就办 就跟他拼了 我觉得这提议很好 可是我相信我们之后 也会更注意这一块 这个安检的部分 然后再来是安检的部分 可能大家会觉得 你们怎么会严格啊 连搭火机都收 跟搭飞机一样严格 对很严格 但我相信以后 我们如果先公告 可能你们会比较安心一点 但是我们一定会提醒公司这一块 然后但是 我也想要解释一下 为什么今年的安检会 特别的严格 因为其实像 小秀他就是 蠻care安全问题的 哦 对他就是有 有在 比如说 就有说 我们要出去人群那边 他也会有点担心 因为今年的人群的很多 因为其实你在 你女優你在那边穿梭的时候 人群其实蛮可怕的 你不能保证是不是会有那种 突然的 突然间来一下 怪人协会 然后很多人说 为什么要没收那个 知意的东西 很多人是很喜欢玩那种 故意喷在你身上 对 的那种快感 那当然你们可以跟女優那么近 我们一定也要维护他们安全 安全 又加上女優 如果对于安全上面是有 顾虑的话 我们要做得更深 对 然后像打火机那些东西 就是真的也是真的安全 那我相信之后 这一块我们会公告的更清楚 让大家更能理解 那不要带一些冤枉的东西来 对 然后至于置物柜的部分 我也很想要有置物柜 但是因为真的会牺牲掉 里面的空间 所以就是 里面真的是已经 我觉得已经极限在极限 真的 然后有些人说 可不可以在里面建厕所